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人类的物质文明获得高度发展 可是也同时让传统的精神文化迅速凋零 当科技发达 人心却堕落了 人并没有活得比较快乐、幸福 快乐、幸福的源泉 必须惦记于以人为本的人文价值观 而这正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 被誉为中国式管理大师的曾世强教授提醒我们 在追求现代化的同时 绝不能忘失传统价值 怀抱着弘扬中华文化的强烈使命感 曾教授经常在演讲中 透过其精准独到的慧眼 入情一礼的剖析 让我们擦亮眼睛 重新见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神 历久弥新 拥有英国莱斯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的曾教授 学冠中西 在数十年丰富的授课经验中 尤其擅长古学金用 能帮助我们从历史 典籍中发现古人智慧 活用传统精华 来解决当今人类社会的诸多问题 让我们找回 遗失在心中的幸福喜悦 老子给我们的印象 是 原华 消极 不负责任 其实是我们误解了他 他是非常积极 非常认真 非常负责的 但是他是用另外一种方法 来告诉我们道理 你如果有机会 碰到老子的话 你可以问他一句话 你跟孔子是不是参缓掉 你可以问 他一定告诉你 没有啦 我们人的公子都小声 所以为什么他特别重视这个同 把它叫做玄同 老子一个很主要的观念 就是玄同 玄同什么意思 就是说大家看成不同的 在他看起来都相同 就是这个很玄妙的地方 你慢慢去体会 你站在反对的立场一看 都是不一样的 你看看认同的立场上 都差不多吧 有什么两样 所以他奉劝各位啊 你多采取同的观念来看事情 不要一开始就站在不同的立场来看 你可以减少很多麻烦 孔子告诉你 你要做好人 老子告诉你 你不要做坏人 一样嘛 这两个都是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你如果采取这个角度来看 老子的话 你会看得更清楚 更明确 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最喜欢讲无拉无拉 这就是老子给我们的影响 凡事先说没有了 无名天地之始 有名万物之母 老子告诉我们 无是什么 无是一个名称 是一个称号 它代表的是天地的开始 有呢 有也是一种称号 它代表的是万物之母 万物之母 后来 我们把它 叫做什么 叫做老母 我们民间把它叫做老母 就是把这个母 竖开来写 好像一个中 两点 因为它是万物 共同的母亲 所以叫老母 万物共同 万物共同的祖先 就叫老祖 所以中国人 为什么会有很多老祖 老母的称呼 其实跟道德经 是蛮有关系的 一个是本源 一个是开展 你认为不一样 它就是不一样 你认为相同 它根本就是一样的 有什么不同 此两者同 出额一鸣 因为同 所以才叫做玄 西方人 它是种分的 所以有就是有 没有就是没有 它分得非常清楚 我们种生 你跟老子讲 有无相生 他告诉我们很清楚 天下万物 生于有 有生于无 有能够变无 无能够生有 所以它是可以通的 你看我们中文 你问他 你有意见吗 他一定先说没有 他不会先说有 我告诉你 你有意见吗 你说有 他就知道 你是不怀好意的 你是专门来找茶的 要不然我没有做完 你就有了 你等不及吗 这是我们跟西方人不太一样 西方人如果说有 他说没有 那就很鬼鬼祟祟嘛 你这个人 怎么这么不正直的 中国人相反的 再怎么有 也要先说没有 先说没有 你看见老万吗 没有 你明明看到 你也说没有 你看见老万吗 有 什么时候 昨天 昨天你会看到他 哪里 完了 跟犯人一样 只要一讲错 那所有人都怀疑你 那找麻烦干什么 听说有人找你帮忙 没有 没有就没有事嘛 听说有人帮忙 是啊 那谁 你说 怎么不是这个 还有你那人 你会扯出很多麻烦来 你慢慢去体会 你找到女朋友了 没了 很奇怪 你吃过早餐没有 没有 你试试看 老板从外面进来 就问大家 吃过早餐没有 吃过了 他说你们吃过了 我还有你们 是想带你们去吃早餐 你很后悔 对不对 早知道说没有就好了 跟自己过不去 讲了没有 要变成有很容易 讲了有 要变成没有很难 很难 好好去想一下 天下万物是生于有 但是那不是最本源的东西 最本源是无 为什么 因为最后所有东西都是归于无的 都到了最后都是归于无的 这样你才知道 中文都先说没有 他不会先说有 你看老板 开会 请你发表意见 你马上站起来 他就很不高兴 你这种事情 为什么不能偷偷跟我讲就好了 非在开会什么 讲不可 你偷偷跟我讲 我认为你是好意啊 你公开讲 我就怀疑你啊 你动机是什么 尤其是我的老板在的时候 你讲话 那个我更奇怪了 他不在你不会讲啊 你死人啊 他一来你就活起来了 这个是外国人很难想象的事情 所以我们中文经常说 你有意见吗 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 他就不请你了 就表示他给你只是客气而已 尊重你一下 你不讲是对的 你一讲他就觉得很奇怪 这种人我以后对你不能客气啊 稍微尊重一下 讲的没完没了 然后他要理讲 他会说说话没有关系 你还说没有 说啦 哦 那你 他站起来 讲半个小时 这中文经常有的 推脱邋遢一定到三 中文第一次你用眼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 第二次也要猜 第三次就是真的 连续请三次 你再不讲他就翻脸了 你怎么回事 你有意见不说 那这样开会吗 那他就跟你一样 不要开了 他就发脾气了 他就翻脸无情了 事不过三 你把这些好好去揣摩一下 我们几乎自古到现在都没有改变 最妙的是 今天是你过生日吗 明明是 你要说没有 你绝对不能说是 为什么 今天是你过生日 你说是啊 完了 大家都怀疑 我们两个是做康 串通 趁这个机会告诉大家 他是做生日 赶快就有人出去买蛋糕 现在人很多对这个不够敏感 还有人站起来跟他讲 今天刚好是我生日 笑的 笑的啦 你 如果有一天真的 你搞到说 今天是我的生日的时候 大家都没有反应 连个蛋糕都没有 你回去也很难过 做人失败到这个地步 我是觉得我们现在家庭教育 这一块缺的蛮大的 缺的蛮大的 你身上有带钱吗 你说有 不多 这是最常有的 你就吃亏的 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模拟一下 你身上有带钱吗 你说有了不多了 那到底多少啊 他说五百 那这样你留两百用三百结果 你连这个都不错 那你像人吗 对不对 你怎么说都是倒霉的 所以最后说 我出门太充满了 没有带 这种话其实用美人要讲 才生动 你身后找钱吗 要带动作啦 可以汹涌出来 没大发现 你就死心了嘛 结果没数倍 后面没有事情了 没有文章可做了嘛 对不对 那很多人就怀疑了 那出去正好有人拍卖东西 很便宜 怎么办 那你们吃亏吧 那才不会的 在这里 没大发现 一出去一看 这个机会难得 没后面 没想到后面 要去死亡 刚才跟他摸头前而已 我现在摸后面 脚背的 我怕啥 你如果认为这样是圆华 那你就错 这叫圆通 不叫圆华 一个人保护自己 不叫圆华 一个人害别人 叫圆华 我害谁吗 中国人要问人家 你身上有没有带钱吗 你要把你的动机说清楚 你说我太太 交代我买什么东西 我因为出来 换了件衣服 所以钱没有带 如果你们方便了 先周转我一下 我回去好交差 明天把钱给你 所有人都说我有 没有问题 这中国人就是这样 你说清楚 他有备无妨 他知道怎么应付 你一下就说 你身上有差点吗 这个要叫做什么 叫做打车 打车 怕车 怕车 不敢说保护 说母 所以最后还是你的问题 不是他的问题 这个我希望大家一定要建立 所有的差错 最后都是你的问题 不是他的问题 你慢慢从这里去了解 无是分母 有不过是分子 我们从数学来看 站在没有没有的立场来有 你随时可以控制得很稳当 先说不要再来要 你就不会过分 你看你先说不要 然后最后想清楚 我不太喜欢用思考 我不太喜欢 我还是喜欢用思虑 因为虑跟考不同 虑是有心 考是无心 考是没有心 所以现在很多人乱用字 我们要好好的检讨检讨 一个人要思虑 不应该思考 我思虑什么 思虑圆满 思虑最起码我不要老吃亏 我问你一个人 为什么不能老吃亏 因为吃亏到最后 你会对所有的东西 都失去信心 都失去信心 我太相信别人 最后我对信义失去信心 那我损失最大 我们之所以很谨慎 我们之所以先说没有 我们之所以明则保身 目的就是要让我有生之年 始终对于伦理道德有信心 始终对于天理良心有信心 你朝这个方向去想 你就正确了 站在不要不要的立场来要 才不会乱要 才不会要到去坐牢 你要就坐牢 你要了你甩不掉啊 你先说不要 然后赶快想该不该要 不要白不要 最后就说好了好了 既然你那么诚恳我就要了 你看外国很简单 外国你送的东西 它会当面拆开 你觉得奇怪不奇怪 中国会觉得大家陪着就会惯了 中国人很不方便当对方面拆开 说你上沙巴而已 你也敢上 我们很少这样子的 我们之所以不要不要 是赶快想我该不该要 要了后遗症怎么样 我们是这样想的 一个中国人随时随地在动脑间 我觉得是好习惯 但是你要有时间 你才能动脑间 所以我们先说没有 然后你有时间想 想到之后你要 他跑出去 你还讲 你刚才那个东西不是要送给我的吗 我刚才说不要 现在我现在我还是要好了 还来得及吧 你说要了 你抓住了 甩不开了 你好好去想一下 这个无跟有啊 它是妙用无穷的 站在没有没有立场来有 才不至于闪祸 至少不麻烦 至少不麻烦 我们经常这样举例 老安被抓去你知道吗 你怎么回答 你说知道 你就什么都得不到了 因为他心里想 你既然知道我还啰嗦什么 他就不讲了 老安被抓去你知道吗 不知道 他也不会讲 为什么你不知道 那我告诉你 以后都说是我讲的 那我怎么可以呢 不讲 为什么你说知道 你也听不到东西 你说不知道 你也听不到东西 可妙就变成这地 老安被抓去你知道吗 明年话最保险 没听他讲 没听他讲是知道吗 我哪知道 这非常有意思 第三种话吧 老安被抓去你知道吗 没听说 没听说 那我告诉你 前天怎么样怎么样 昨天怎么样怎么样 今天早上怎么样怎么样 他讲完你才讲 不是这样啦 我比你还清楚嘞 你还想骗我啊 他就很气啊 我问你 你说你不知道我才讲的 他说对啊 你没有说我怎么知道 是你知道还是我知道 现在你讲完 我是叫他原来我比你还知道 像这种逻辑这么复杂 外国人怎么听得懂呢 他们脑筋很简单啊 站在不知不知的立场来知 才不知无知叫人笑话 因为现在一切都在变 所以你说你知道 也许知道前天的事情 也许知道昨天的事情 人家就笑你很外行 所以中文先生我不知道 然后听听看 我问你 孔子是不是也这样 其实也是这样 只入太庙 每次问 他这个孔子是理的专家 他到太庙 他是专家才对啊 每样都问 每样都问 因为什么 因为有的已经改变了 你不问 你还是用老的东西来看 人家觉得 这个人太脱节了 老了 没有用了 你问了才知道 原来还是这样 那我就很放心了 所以问不见得是不懂才问 不见得 为了证明他没有变 你也可以问 老王被抓紧 你知道吗 这个是非常好的案例 还有呢 明天那个会 你要参加吗 这是大家最常碰到的 明天那个会 你要不要参加 你也不会说要 你也不会说不要 因为在座很多人 很关心你要 也在座很多人 很反对你不要 如果说你是个很重要的人 人家问你 明天的会 你要不要参加 你说要 那有人就不希望你去 他就在外面 制造假车祸 就把你干掉了 那你不是很可惜吗 那谁叫你表明态度呢 所以中文他不是虚伪 他不是奸诈 他只是传达一个信息说 你要知道我要不要 你不要再公开传而问我 这个我很不方便说 你私底下问我 我会讲得很清楚 这样就对了 这个也是 因为西方人比较媚脸方面的重视 所以我们年轻人呢 也很少去注意这一点 结果很吃亏 你看你在国税局上班 接到密报 某个公司 有重大的漏税案件 派你去检查 你到 一看 果然 政绩 非常明确 而且 情节很重大 你会怎么样 我问你你会怎么样 你讲实话你试试看 你们自己看好了 这都清清楚楚 那这么大的罚则 这谁都受不了 你敢吗 那你出门他就 派部车把你压死掉了 湮灭证据 灭口 然后才再赶快去调整 所以一个会做事的人 他一看这个情节那么重大 就还得了 他一定讲说没有什么嘛 怎么大惊小怪呢 这很平常嘛 这每家公司都会做的嘛 他就放心了 回去才先 事态严重啊 你不保护自己 你连命都没有 你有什么用呢 我问你 所以如果你把这个当作圆滑 当作奸诈 那我想这个就太差了 你不保护自己 你没有办法完成任务啊 所以我还是说一遍 我们不在乎 你说真话说假话 我们只劝你 一辈子要说妥当的话 这样就对了 变变一句话 说得比较好懂的 说得比较衰贵的 其实就是为了 顾全大局 而不是骗来骗去 但是我还在说 你跟西方人 你就不可以讲 可是 你要明白西方人的用语 西方人是最怕负责任的 最怕负责任 你到西方 你没有碰到一个人 会承认他的错误 所以我们有时候读书啊 有时候执行 认为西方人是 容易承担责任什么 容易认错 全错了 西方人最常讲的话是什么 I know But what can I do 我能做什么呢 就是把责任通退掉 因为他经不起负责任 他要受罚的 他还得了 我知道 但是我不能做什么事 所以他保持沉默 近代法律的判决 有一次我到莫斯科 我们坐的车子 因为那时候他们还在排队 要领配级的东西 有个老太太乘个拐杖 然后拿了空瓶子 去买牛奶 当然要票 买牛奶 买完不小心 被我们这部车的尾巴 创了 就倒在地上 各位 我很注意那个司机 怎么表现 司机把车子停下来 他没有往后去看 他往前面走 我就问陪我们的人 我说这个司机怎么会这样 他说你觉得什么奇怪 我说要是我们中国人 最起码要到后面去关心一下 你创的人 你都不关心 你就最起码的道义都没有 他怎么回答 他说你这样判断就不对的 我们的想法是说 既然发生事情 你就交给警察 警察说怎么样 你就怎么样 你不能去干扰现场 也对啊 所以大家慢慢要了解到 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习俗 每个人的想法不太一样 所以为什么入境一定要问书 不能用你的主观判断 去说你这样对不对 每个地方对做事情的方法 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有一次我在美国迷了路 迷了路我就想问警察 那个警察派出手势在半山上 当我第一脚垮上台阶的时候 上面就开始把门关起来 把枪关起来 你们要干什么 这样的警察 在台湾那里会觉得这个警察还神灵命嘛 但在美国他一定这样 他随时会遭受人家空击 所以你看美国的警察他始终是两个人一队 我严护你你严护我 有一次就更有意思的 我在英国读书的时候 正好碰到美国的警察到英国去访问英国的警察 然后就在BBC就公开电视台播出来 现场播出 我这里讲得很清楚啊 美国跟英国人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经常是美国人先开口 我是传到一个信息啊 文化越浅的越喜欢先开口 修养越好的人几乎就越晚开口 他不会抢先说话的 所以美国的警察就先说他 我们很奇怪 你们英国的警察为什么不带枪呢 他就不带枪就还能当警察吗 英国人的确修养 很相信中国人 很像中国人 他怎么回答 他说我们也正在想 你们美国警察为什么要带枪呢 这个厉害啊 你问了我不回答 我先问你 美国警察一定带枪 英国警察不带枪 美国警察就说我不带枪 那歹徒有枪 我没有枪 那我还够他们杀吗 英国人说 如果你带枪 那你就很惨 因为歹徒这枪一定升级嘛 他一定比你强嘛 你升级他又升级嘛 干脆不带 如果他也不带 他就很和平 那也是真理的 所以你要多看以后 你就慢慢的不敢说 那么武断的去说 一定怎么样 论语里面有一句话 叫学者不顾 学者不顾是什么意思 不是说你去听课啊 听到一句话回去用 你就很高兴了 不是这个样子的 孔子告诉我们 你听任何道理 不要相信 也不要不相信 你相信如果他讲错了 你不糟糕吗 你不相信如果他讲对了 你不倒霉吗 孔子说你每听到一件 你就放在这里 当做一个参考就好了 将来有很多案的话 你再怎么样 学者不顾 后面有一句话叫做 折上固执 我有很多参考法案 到时候我在因人因事 因地因物 我来找这些法案里面 哪一个现在可以用的 但是只限于这个时候 下次我换别的方案 这才是正确的 我们学到新的东西 不要说相信也不要相信 不要说他对错 你就摆在哪里 经过多番的推演 然后等到必要的时候 你才去想在这几个当中 我此时此地用哪个比较合理 这才是学习正确的态度 明天那个会你要参加吗 我们都会回答 哎呀还没有一定 如果更高明一点 说什么会啊 我都不知道耶 经常这样 最妙的就是说 今天你要当部长的时候 新闻记者问你 听说你要当部长 没有 绝对没有 第二天就当上了 这些人都是 博士学位 都是很现代化人 怎么会这样 如果你说有 那铁店明天换人 因为你提前曝光嘛 你怎么可以这样 人事病例都还没有发布呢 你说有 那得了 那以后还得了 换人 所以这个逻辑啊 是全世界都不一定一样 但是你要把它看成同 你才不会迷惑 那怎么同呢 就是一阴一阳之味道 一阴一阳之味道 就是阳会变阴 阴会变阳 它随时会变动 一切都是不一定的 所以你看中国人 自古到现在 一切一切都是变动的 既然是变动的 它就是不一定的 所以你看明朗话里面 这种话最多 没听到啦 后面的 反思反思 告诉你就知道啦 这种话最多 就表示这几率很高嘛 那这样子怎么办 那答案更简单了 更简单 看着办嘛 还要问怎么办 就是看着办就是啦 看着办 就是因时 因人 因地 因事 而 质疑 所以同样一个人 他对这个 一个做法 对一个做法 他千变万化 但是他里面是不变的 里面不变的原则就是 我不可以害人 但是我也不能被害 我不需要 盲目的吃亏 但是我一定不占便宜 那这要怎么办 那随时不同 所以一个中文 他有很多很多的变化 但是他心里头 始终坚定如一 我们把一跟多 同意起来 一就是多 多就是一 西方的一就是一 多就是多 所以他经常很头痛 老子告诉我们 无用 无用之用 才是大用 他的原文 讲得非常清楚 三十负 共一股 他讲的是车轮 车轮有三十根 那不一定三十的 记住西方的数字 是要求准确的 三十就三十 二十九就二十九 中国人的数字 向来都是两股肉 大概如此 因为你那么讲究干什么呢 对不对 你说黄河港 一经七十二劣势 我也不相信 怎么都刚好 而且那时候大家很悲伤 很猖出 有其算呢 多少个 你算他干什么 中国人的数字很简单 三十六 我们七十二 再多一点 一百零八 他很清楚 就这几个数字就多了 还讲那么多干什么 你算到七十九 就表示你一点不关心 一直在算 算那么减确 对不对 大概直到七十二 就表示你这心情是很悲伤的 你处理这些是什么样的 这种事情也是我们一种特色 就是我所讲的 我们是很艺术的来处理这些数字 共一鼓 鼓就是车子当中那个轴心 你有看到 三十个条腹都是实的 只有这个轴心是空的 当其五有居之用 如果没有这个轴心是空的话 你车子转得动吗 根本转不动 如果一切都是锁死的 那你车子根本就不会动 三直以畏气 当其五有气之用 我们要做淘气的时候 一定要把泥土拿来 杂质剪掉 掺点水 把它揉合起来 然后才去制作 我们所要的器具 不管你怎么做 一定要有适当的空间 才能够放东西 才有用途 找富有 你把窗户 找一个洞 以为事 有门有窗 做一个房间 当其五有事之用 就是房间里面的空间 才能够装东西 才有用 那些墙壁 那些支柱 那些固定东西 通通没有用 下面这就很重要 故有之以为利 无之以为用 现在人大多注重 有的价值 负略了无的价值 你看夫妻找家的时候 不说话 才是最高明的 说话就麻烦 你怎么说都不对 人在气头上 什么话上都听不进去 你说话干什么 点点就好了 所以告诉你 点点叫沙拉公 就这个道理 因为这个时候 讲什么都没有用 只相信看得见的 不相信看不见的 实际上看不见的 才是决定性的东西 你看车轮最重要 就是那个轴心 只要那个轴心 磁了 脚断了 你什么都没有用 车子也不能用 房间就是空间最重要 摆满的东西 人都进不去 就没有用 任何容器 只要钻满的东西 它就没有用 它就钻不了其他东西 有物相待 互相配合 才有效用 其实这两句话 才是最高层的 无心生大用 有物不通神 你看无心种花 无心种柳 跟有心种花 有心种柳 结果是不一样 你写字的时候 你一心想 我这次要写好 要写好 最后都写不好了 你想那么多 你就写就是 你越轻松 越不在乎结果 反而越好 你一紧张 手脚就不灵光 就写不好 所以你看 为什么我们说 写书法就是念功 就是当你都放松了 你就这样写 很自然 这不行了 这很重要了 这些要写好了 结果只是很差劲 因为你手整个就僵化了 大用 是无心才会产生的 有心都是小用 你有了物 你就不可能通神 所以我们再说一遍 不是古代人厉害 而是现在人不厉害 古代人那是很平常的事情 非常平常 每一个人其实都做得到 只是你现在老告诉自己 做不到做不到 他就做不到了 从现在开始 碰到任何事情 不要说没可能 一说没可能 你就不行 你看你去求神 讲了半天 我现在最需要钱 但是借 又借不到 所以呢 求你最近 给我 种个乐透吧 上面这样讲 自己讲 没可能 你一讲没可能 整个否决掉了 整个否决掉了 哪一天你心口如意 下面说 一定一定 你就会种 你试试看 但是 道理很容易 做起来很难 到时候不由之主 一说 不可能 又完了 因为人本来是很天真的 你会很纯真的 把那个实在话说出来 所以你就可以了解 你未来的变化 其实是可以的 当你很近的时候 你就可以懂得天机 但是当你懂得天机的时候 你会比你的欲望牵着鼻子走 所以你就耽误了自己 这道理非常简单 可是 你要一步一步去走 比如说静坐 静坐为什么很难 就是你希望一坐 坐二十分钟 当然了 各位如果要学静坐 你就要求我只坐一分钟 我只坐一分钟 我不求大 你一坐一分钟 你就能坐两分钟 你一下就坐 报应小说的 你一开始说 我要坐二十分钟 还用闹钟来控制 身旁坐过来 才坐三十秒 就想上洗手间了 方法非常重要 第一个 不要要求自己太高 第二个 刚开始 你要放松你自己 是很难的 放松是最难 紧张是最容易的 你要通神 不要神通 绝对不要神通 人他有高低 我们不叫阶级 我们叫阶层 没有阶级的 只有阶层 神也有高低 也有高低 所以很多通灵的人 他告诉你的话 其实他不会骗你 他骗你干什么 只是他所接触的 或者附在他身上的灵 他层次很低 那你听不听得出来 我领你听不听得出来 我把要领跟各位 说一下 你做参考 反正是高年 第一个 他不多话 他不会多话 他三两句 就把要点说好了 他多话干啥 然后其他就是 你的事 只有层次越低的人 越关心你 越怕你听不懂 越罗嗦 搞得你最后真是 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你看人也是这样 凡是那种点到为止的 他就是他不想仗有你 他尊重你的选择 他只点你一下 凡是那种跟你扯 扯半天的 就是表示他自己也不太通 凡是你日夜搞在一起 就是要想谋利 想从你当中得什么利 我觉得这非常容易分辨 高年的人出来的时候 他的行动是很庄重的 不会像那些人乱动一起 有的人还没有开始就这样 做很多那种准备动作 很容易分辨 问题是你自己 你的正心不正心 会招来不同等级的灵 但是我要是劝你 你不要让神来通你 因为他比较闲 你比较忙 他通你搞得你晚上也不能睡觉 经常三更半夜把你叫起来 你就很烦 你去通他可以 你通他你过做正事 你不会去通他 你就做正事 有事才通他 没有事不要乱通 通习惯了 他就永远跟你在一起了 这些原则其实都很清楚的 这什么难的 可是社会上 装神弄鬼人太多 我再说一遍 中国的神鬼 他都是在修行的 他不会扰乱民间 他不会恐吓你 不会威胁你 不会利用你 他不会 这样你就很清楚 哪些是正的 哪些是邪的 你很清楚 心本无心 以用为心 这句话更有意思 请问你心在哪里 心不在这里 这是脑 这不是心 心不在这里 这是心脏 不是心 心就在正中间 你不用他 你找不到他 你感觉不到他 你一用他就在这里 孟子所讲的 无上仰 无浩然之气 这个就是浩然之气 你一把这个浩然之气 扬起来以后 邪进不来 邪进不来 所以很多人告诉你 你卡到阴 你不要相信 怎么卡到阴 你一相信就表示 你对自己的浩然之气 有怀疑 那你就做了亏心事才会怕 他们怕什么 然后这样 有阴就有阳 他不可能离开了 阴朝地府在哪里 在地面三尺 不算是地下三尺 所以住一楼的人 整天跟鬼在一起 那你怕什么 你不要把他抗 他就不会把你抗 因为你有卡住 他没卡住 他如果抗你 你这样就非常清楚 不要上当 我们什么叫神明 很简单的解释 就是说 你看他很神奇 他看你很明白 就叫神明 他看你是一清二楚的 你骗不过他的 你不要骗他 因为你骗不过他 所以你要对自己良心 那什么心就解决了 要养神习惯 不要疑神疑鬼 有非本有 有本来不是本来就有了 他是从无里面生出来的有 叫做无中生有 这样各位才知道 中国人最上常的 就是无中生有 明明不 然后他跟你画了一大堆 是听出来 就从一句话就好了 你跟某人熟不熟 就从这句话 就会画出很多东西来的 你说熟也一大堆事情 你说不熟也一大堆事情 因为什么 因为中国的文字 中国的话 弹性太大 怎么扯都扯到边 你要小心这一点 这是上天对我们最高的考验 有生与无 无非真无 无生忘有 所以大家不要再讲这句话 说清楚 说明白 不要再讲这种话 那是用来害人的 已经害死很多人了 永远说不清楚 永远讲不明白 老天不许你说清楚 不许你讲明白 为什么 太可怕 那个后果太可怕 你看夫妻两个人 只要讲一句话 来来来来 我们两个往上来 说个明白 第二天就是分家了 讲个清楚 就是上法院了 什么叫夫妻 就是不清不楚 才叫夫妻 分那么清楚 这是坑人的陷阱 我昨天看到你 你马上说 在哪里 你就上当了 你马上就上当了 在电影院 我才没有去的 那你在哪里 我在学校 对对对 我记错了 我是在你学校看到你的 你又叫假大的 你又叫假大的 中文最会用他的话 来把你整个的东西 套出来 你看那些算命的最好 你爸爸 他才说 你爸爸 你说去年晚生了 他说对呀 本来可以多活几年的 可是去年就走了 其实他什么都不知道 你爸爸 现在还不错 那表示你们很孝顺 他应该两年轻就要走了 结果到现在没有走 好夫妻 不错 五百 都你说的 他都没说八句 你们几个人进来 他就要请坐 他马上知道 谁是主管 谁是部署 因为中文 他这个主管部署 一定要推一下 他一看就知道 你是主管 他就讲 你们几位 很有信 在这位贤民的领导之下 他爸就知道 哇 一龙仔 那什么稀奇 我告诉你 如果命是固定的 那你看他干什么 如果命是不固定的 那你看他干什么 这两句话 一问你就知道了 命是看你要不要改变 你要改变 他就改变 你不改变 他就不改变 一切是你在决定 那我先问你 你是要改变 还是不改变 答案是说 你这辈子来 就是要改变 你的命运 不然你这辈子 就白来了 那既然要来改变了 那你去算干什么 我没有反对任何事情 我是告诉你 你自己选择 但是选择的方向 我就很钦佩 一个算命的人 我很钦佩 一个人进来 你要干嘛 他说我要跟我爸爸算个命 宁尊几岁了 七十的 七十还用算吗 不用算了 走了七十岁 大家都知道了 你问我不如问你爸爸自己 不算 那不算 你想干嘛 我想替我小孩算什么命 他几岁啊 十岁 十岁还要算啊 那他以后怎么做人呢 那他慢慢走啊 长大再算 不算 这个了不起 后来我问他 那你算谁呢 他说我算那个临时 有重大的决定的时候 我帮他了解一下就可以 至于说要他讲五年以后 十年以前 那我讲他干嘛 没有意思 同时一个人呢 读义经慢慢的要把吉凶撇开来 只讲阴阳 你就不得了 我们只重视阴阳的变化 不要去讲吉凶的变化 不要 因为吉凶是你找来的 阴阳它才是天然的 我们只重视阴阳的变化 你来趋吉避凶 而不是专门为了趋吉避凶 而趋吉避凶 你自己心里清楚 这也是连续经历来的 我昨天看到你在哪里 他不回答 他说你自己心里清楚 他马上回答 我只是上街买五仓 马上就抓到了 人是天生本质都很诚实的 我们经常有意无意的 会把我们心中的话吐露出来 经常会 所以不要随便的被人家套 这条叫什么 交情